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他 四大才子 其实是同一个人 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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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自己写的吗 自己编出来 既然是才子 咱们就聊聊这个才子们应该聊的话题 先来看一段 家人吗 家人 有家人 有家人 乱世家人 咱们先来看一段 来看一段 咱们现在就只能去饭馆点一道红烧狮子头 缅怀米高梅 我问过一个玄学界的朋友 玄学界 他来过我们节目 麦宁宁大师 我问米高梅这个事情怎么办 怎么回事 他总是从他的专业角度看 你看风水不好 弄个狮子头 有没有 那个企业的招牌 通常弄一个这样的凶猛的野兽 到最后那个下场是蛮困难的 这是从玄学界 怪力乱生的角度来看 但是人家红了几十年 人家红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坏事情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因为米高梅说现在申请破产了 可能重组 最近有个消息就是说 好像中国一些电影公司准备去把它收购 大家建议 建议 中营把它收购 所以将来我们看到这些电影 这片头不再是一个狮子猴 是冯小刚或者是陈凯凤 哇 不对不对 韩潘平 韩潘平 我不同意 我觉得应该放个熊猫 中国 熊猫很足 自从传出这个中国电影公司 是收购之后 我就整天做梦 梦到我们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去收购 然后派我们去演007 可以啊可以啊 顺势咱们就定一开枪又死的那种 这个闻到你这个研究电影史的 你刚没这个什么啊有什么意义 但他当然是等于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 其实好莱坞的兴起啊是二战前后的事 就当然二战前好莱坞就已经有了 但是以前整个是电影世界的 以前讲工业重镇是在意大利 是在德国 是差不多到三十多年代多一点之后 有声电影出现了 才转移到美国去 美国才变成独霸天下 那么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又最强 是不是 他实力又大 那么但是我觉得美国最有意思的 这个事件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就美国在好莱坞建立起来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片场制度 studio 片场制度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个垂直管理的 像美高梅他们以前啊 甚至有自己的电影院线的 他从发行电影院线到这个电影制作 剧本甚至演员都是他的 是一条线垂直的 这叫片场制度 那是好莱坞的全盛期 但是后来慢慢几十年呢 我们看到这个进入战国时代 大家呢就开始搞混了 这些东西逐步拆开了 那么现在到了进一步分解的时候 其实现在电影公司啊 我们不要再想象像以前那种 非常巨无霸形的 现在很多都是小型制作单位的一个合作 工作室制作单位 投资公司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米高梅的衰落 你如果要说成是整个美国的电影产业的衰落啊 是不能画等号的 这根本是美国电影业本身就有个重组了 而且呢你看这个留下很多怀旧的这个印印象 咱们也是可以再看看这个这个导演 你知道这个米高梅 他在这是什么 混沌蓝桥 混沌蓝桥 你再看下边 007系列 007系列 听说还要拍呢 然后再看下边 Better 冰须啊 大陆叫什么 就叫冰须 就也叫冰须 跟香港一样 再看下边 乱世佳人 对 乱世佳人 你再看下边 就是今天 他这个其实他有企图去改变 因为他在07年的时候 还是08年的时候 曾经把他的CEO 把他行政总裁炒掉 换人 他也是改变 希望说从一家巨无霸的公司 变成说跟不同的小机构合作 他试图改变 可能因为他改变得太晚 08年才开始 还有怎么样呢 他遇人不俗啊 他其中一个改变的合作的对象是谁 Tom Cruise Tom Cruise Tom Cruise 什么派拉蒙那边都赶出去了 对 然后他碰到他 他碰到他怎么样 他那个狮子开大口啊 他自己那个光是拍片的片酬 什么策划费制作费 已经从米高梅那边吞了一大块 你知道吗 然后他转身是转不过来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情况 哎呦 他们就讲啊 当然我发现都是事后诸葛亮 说这一完蛋呢 就很多原因总结出来了 说首先米高梅啊 他这是个老人啊 这个反应就慢半拍 说现在的世界都什么世界了 你看这个阿凡达 这就是奇幻世界 说米高梅弄的片子 只有一个0077年是赚钱的 什么风雨者啊 或者是什么 说那那意思啊 他们就说啊 米高梅还停留在冷战思维 搞这么一些片子 也都不赚钱 说过去啊 米说米高梅原来还有一个口号 叫为艺术而艺术了 对 说过去拿过170座奥斯卡金像奖了 对 但是现在 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很多年没有怎么拿过 这些年 你说是艺术啊 还是票房啊 你都 对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 他们没办法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适应啊 是什么 就一方面我们刚才讲了 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影产业 有个剧烈的重组过程 这个剧烈重组里面出现两个趋势 是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呢 就是更大的资金 更大的制作 更大的市场 大到全世界没人拼得上 你像阿凡达这种电影 对不对 所以它大到一个程度是 全世界做拍商业电影 你都觉得这事我们没 根本没有 你想都别想 对对对 想都别想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独立制作 就非常小的 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小的独立制作 就拿把菜刀出来砍一砍 是能赚到钱的 他本来投入就不高 成本也不高 那现在变得是非常两极化的一个时代 那么尤其呢 你想想看今天的电影是怎么回事啊 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 会每部电影都去电影院看 就越来越多人是在网上看 是在家里面看 闻到数字 数字我本来也以为这样 那因为这个事情去查了一下材料 数字来看至少在美国 回戏院的人多了 对对对对对过去十年进电影院的 回去看的人都从电影院里面拿到的利润也是高的 一直高 美光媒后来看了一些材料说它里面还到回到企业管理的基本面 这是说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 十多二十年 其实他没有好好去做电影 炒房地产 对开赌场 对赌场是他以前的老板 在拉斯维加斯 其实他也宣布了跟他们关系没有很大 然后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等等 他对另外的电影行业其实反应不过来 而且话说回来还要称赞他 上文涛说他为艺术为艺术 到了今天他这个标语还是放在他公司的大门那边 他从其他地方赚到一点钱 然后就补进去 像他拍什么哈比人什么投资非常巨大 可是他没 就抹下了续集 对他没办法回应这个市场 结果就把钱投进去之后就卡住了 一卡住又碰到Tom Cruise这样 坑了他一堆 他假如当初是跟文涛合作 那就不一样 那不一样 我倒送钱给他 不过我是想今天全世界的电影观众是这样的观众 你要不就去电影院的人是多了 中国也是 中国现在戏院开的到处都是了 越开越多而且都赚钱 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就我们同时在家看电影的人 在电脑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多 去戏院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世界上就是刚才我说两种电影 一种电影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进电影院的 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阿凡达这个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去戏院看 对 另外一种电影呢 就是你无所谓的 在电脑上看都行的 我现在你现在必须 我现在觉得也是很较劲 就是这个事情是很要命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从我自己的心理上讲 对吧 你北京那么堵 这车堵 你北京这个效率啊 就是你出一趟门 一天只能办一件事 也就是说你要出去看个电影 你还得出去两趟 你先得买票吧 买票再回来 等到那个点 你买票不能网上买吗 我还不懂这些先进的玩意 网上可以 他不懂 他不可以 对 网上可以 你总是去看吧 一大块时间就折腾出去了 在电影院里头 我现在就觉得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让我去看这个大屏幕 到这么一个大的这个电影院 否则的话 有些电影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宁愿等到有了这个 DVD 蝶来看 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办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中国人近几年有一个喜好 你发现没有 美国一有什么巨无霸倒台了 这边就意义 咱们就收购了 咱们收购 所以说 他们说米高梅这么完了 传闻 这个咱们的梅老板准备去收购 说名字只改一个字就行了 梅高梅 但是我可以给你念一篇评论 米高梅破产 走过寒冬的狮子死了 里边这么一段话 说米高梅破产 对当前中国电影行业 警示意义不大 因为美国电影产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末端 而中国是刚刚兴起 还处在好莱坞早期的无序状态 跟这个规范到无处不须 这个会计师介入的美国电影行业相比 中国目前的电影投资人 正在开垦一块肥鱼丰硕的处女地 于是洗钱的来了 卖盒饭的来了 倒霉的也来了 在中国 没谁把中国电影当事业来做 许多烂片一上来 先靠不正当竞争手段 垄断媒体话语权 雇用枪手在网站论坛制造话题 很显然中国电影行业的资本家 大都是在拿电影扎快钱 纵使米高梅破产 其微信和影响仍在 米高梅留给世人的 是86年的伟大电影 而中国电影人则留下一地烂片 信誉扫地 所以米高梅破产了 他仍然活着 而中国电影 挣钱了 但是他早已死了 这个有点夸张 过分 但是我用来抛砖引玉 你们怎么看 假如说中国的电影市场 我觉得虽然跟中国每一个行业一样 都有人进来混水摸鱼 可是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讲电影市场 其中有一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全国人口平均有多少块 每一个人有多少片荧幕 有多少片可以放电影的荧幕 那在每一千人 每一千人不是每一个人 在美国 美国的比例是很大的 美国是有八千多片荧幕 然后呢 对不起对不起 我讲错了 整个倒过来 OK 是说 重录 我们重录好了 那应该是说 每一片荧幕 可以来照顾几个观众 在美国是每一片荧幕 要来伺候八千多个观众 在南韩 韩国 每一片荧幕 伺候四万个观众 目前 在中国 每一片荧幕 是伺候十二万个观众 OK 所以换言之说 其实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我们要把这个数字 不断降低 所以从硬体来说 发展空间很大 最近几年就有蛮多人 其中有一部分 是香港的财团 上去中国大陆 去发展这个电影院 他们在各地 弄了小型的电影院 而且他把电影院的做法 把它弄成多元化 不仅是去看电影的 还有些我们都知道 文涛一定比我知道说 还有一些不同的 家庭电影院 你是整个座位 不仅是情人可以坐 现在有情人电影院 对不对 一男一女 这样坐在那边 抱着看电影也是 现在有人在不同的 中国的城市 城市建立了家庭电影院 那个座位是四五个座位 坐在一起的 我可以一买 吃火锅 差不多 甚至他容许 你说的没臭 容许吃火锅 容许自己 带东西进去 反正是不可讲 假如可以的话 搞不好符合中国国情 其实那硬体空间 是发展蛮大的 这个我最近 是跟一个导演 协会的这么一导演聊天 他就交给我很多 就是说 他就说在中国 他说你们别狂 看这个表面风光 他说这个 对于导演来说 他说我跟你说 这个电影 太残酷了 比你们 照他那么说 说比你们什么电视 太残酷了 他说你就在这个圈子里 你就看 这个炎凉冷暖 他说你 比如说一个导演 你票房大了 你赚了钱了 好家伙 他就说电影 这是多么巨型的钱 砸进来的领域 他说那些人 能追在你屁股后头 甚至你的片子 都没拍完 钱先放在你这 钱先 我发现跟当年的 弄煤的似的 钱先放在你那 都能在你身后 这个投资的商 在你这个成功导演 身后排成对 都能这样 可是 你一旦一个滑铁炉 你这片子 一旦没票房完蛋了 你就看往日的 那个都跑哪去了 因为这 谁也不会愿意 把钱交给你 所以呢 我还跟他讲 我说 我说其实我见过 好多中国导演 一边拍电影 实际一边骂 就说这个中国电影 就是这种表面繁荣 实际上极其不专业 极其的插进各行各业 是吧 所以我曾经就说 去探班 我当时得到一个体会 在中国 好像还是个 侠客型的年代 你知道吗 很多行业都这 其实就是一人 说这么一大导演 我后来明白了 他就是个人 各方面的素质 还都不错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能指点一下服装 他能选择好这个 骂骂道具 告诉你该怎么 怎么弄 他跟好莱坞那种 就是工业化 就任何一个专业的人 都比你导演强的多 是吧 你是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掐和 他们都说完全不一样 但是后来 这个导演就跟我讲 说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他说中国不是说 不能做出专业的活 绝对能做的 比他好莱坞也不差 照他说 他说关键是因为 你该给的钱 没给够 没错 我们都想着省钱 少给点这个钱 少给点那个钱 他说比如说一个道具 你让他 对吧 一年的功夫 全部花在这件事上 他不用到别处乱七八糟 逃整钱去 你把他钱给够 是吧 把他的预算 你给他给够 你看他能给你做出一个 什么场面 他就会琢磨呀 不是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钱 砸进电影界 这些钱又没有去到 你刚才说 该去的那些专业 那钱去哪 这就该去广告了 想象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比如他就讲 就说 说烂片多 很大程度 首先是本子烂 就没有好本子 他就讲 中国这个编剧 写个本子怎么挣钱 给电视剧写本子 他们现在都给电视剧写 给电影能拿多少钱 但是这个人就给我讲 说美国的电影工业 当然就是我具体数字 可能是乱讲 但大致原理 我一听 那玩意儿没法不出好本子 他就说 一部片子 是按照这部片子 这个全部的预算 拿钱的 就是说 甚至是可以 比如说拿3% 你的本子 如果采用了 你看 如果这个本子好 那么就去请大明星 就去出动大的制作团队 这样整个预算 比如说就一个 一亿美元的预算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片子 你的编剧 就跟着这个 把这个预算 你拿3% 或者0.3% 也不得了 甚至于都可以细分 你只是给了一个故事 OK 那么你这个故事 拿1% 但是我另外组织 一帮这个写作能手 专门给你完善成一个本子 那帮人 最后也在总预算里 你拿 比如说拿2% 你说这样的话 我就想这个编剧啊 真是写一个本子 他那天就给我算了 写一个本子 几百万美元都能有 对 常常有 那家伙就一辈子的问题 解决一下 我就退休了 其实美国是 在整个娱乐行业里面 跟欧洲跟亚洲 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 就他特别特别注重剧本 这方面他反而走得最传统 从话剧 电影 电视啊 他都非常注重剧本 就是剧本是一切之母 为什么呢 你要拉动大牌的导演 大牌的演员 好的制作团队 全先看剧本 对 这个剧本要能够说服 那大牌演员觉得 演这个戏他能火 他能演的好 他才肯来 那么他不是看人呢 关系说 这个老板是谁啊 找我 我不能不去啊 我是这个老板的小三啊 那我得去 他人家不是那么搞的 所以剧本太重要 那么你即便前阵子 有张艺谋说了一句话 惹怒了很多人嘛 张艺谋不是说 中国电影不好 这些中国小说不行吗 他这个说法啊 我其实我大概理解 他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要修正一点就好了 修正一点怎么讲 就是说 中国电影不好的理由之一 很可能是中国适合 拍成电影的小说 不够好 或者不够多 因为在美国写作 写小说的人啊 他们有时候 在写小说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好 我这个本子 这个小说 将来是能当本子用的 你看达文新密码 完全整个故事的分镜 分长 完全像电影写法 可是我们别忘记啊 就是这样的分红法 把这个米高梅 吃穷了 吃穷了 你不要忘记 米高梅的背后的股份 有29% 是在那个演员工会手上的 对 所以说它不仅是编剧 什么都去分钱 灯光什么都可以分钱 我先讲 那个临时演员怎么赚钱 在美国临时演员 有个工会的 好莱坞 你如果加入那个临时演员工会的话 它是有一个基本的工资要保证给你 比如说你每出镜一次 他要给一个多少 然后吃饭交通什么都管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假如你在当临时演员 你不止出镜 还有一句台词了 比如说你本来光来去演群众戏 在那边沙沖沖沖 那可能一个小时呢 就有50美金 但是假如你说了一句话 那个他们有一个专业 师傅也忘了叫什么 说那不晓得叫做什么 你说了一句话 你一天就一千美金 我的天啊 在中国你要求说话 你要送钱给导演 倒过来啦 不一样 人家的社会主义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很 就分配 是非常 drawingsspell 能不能 是你 不一样 FPS 焦